各位天国队的同修 大家好 那么前段时间很多同修问我 一些出小号的常识问题 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解答一下 和跟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讲到这个小号 这个小号它有很多管 很多活塞 所以首先我们要 很多同修就问了我了 怎么清洗 好 先说清洗 第一个你看 后面每个都有一个盖可以拧开的 这可以拧开的 前面呢也是可以拧开的 但是记得你每拧开的三个 一二三拧开来 你千万记得 每一个管的走向里面都是不一样的 拧开是要最小心的拿出来 在清洗的时候呢 我向大家声明 同管的清洗 小号 中金号 大号 圆号 长号 所有同管的清洗都不能用肥皂 或者肥皂水 只能用清水 清水怎么清洗呢 在清水清洗情况下呢 拿一块棉布 棉布油软的 在水里面进行清洗 清洗完了之后呢 放一边 那么呢 这个管怎么清洗呢 管呢 就要买一个这样的清洗的刷子 再清洗这个管 清洗完了之后 那么呢 把水漏干净之后 慢慢的装回去 装回去之后呢 大家要小心对着这个对准这个螺丝 螺丝帽 对比着螺丝 它往往会走样 走样的时间长了 整个没法吹了 装回去 记得千万不能用肥皂 或者肥皂水 或相关的东西 只能用清水来清洗 清洗完之后呢 有些同修喜欢呢 放点油 但油呢 说明了 只能用铜管用到油 你要到相关的乐器店里面 去买这种铜管用的油 因为别的油呢 它的细细度不一样 这个是非常细细度的 细细度跟这个比水 和油的比相比的 那么呢 这个油呢 从这个屁股眼这里 放一点 就一点点 很多同学说 老爷 我吹时间长了 这个号 这个按不动 按不粘死了 暂时呢 是有一年的油 放多了 拿出来清洗掉 重新放油 放一点点就够了 我平常吹号呢 我一个月呢 就放一次或者两次油 每次放的是一滴 就够了 如果有几天不练了 拿出来之后 好干了 怎么办 可以拧出来 放一点点水 千万尽量少放油 脏了 拿出来洗 洗干净 放一点点油 同时这些管呢 这些管呢 这是可以拔动的 有时候 有时候 这个地方没放水的 但这个管 就想着办 就拿出来 倒掉这个水 之后呢 再轻轻的 放回去 这些管呢 也都是可以拔开的 但是这些管呢 虽然有些地方 很多号 都有空 但是呢 我们现在演奏 这些管呢 我们都用不上 都用不上 再按照它的原来的 摆在这里就行了 这些管都是可以拔动的 这个管呢 是个调音管 怎么用的呢 比如说 你跟梅里乐队 坐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音偏高 或者偏低 靠这个管来进行调节 它可以拔出 拔出来就低了 翻过去呢 就高 逐步逐步按键 或者按钢琴 或者按钉音哨 把它定 定卷的一个音 定卷的地方 你这个也可以用了 你认识 有个音乐 都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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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